范贤安全地,很舒服地躺在床上,满脸苍白,像急了一个宿醉未醒的年轻人,床边搁着一只铜盆,盆里倒很干净,因为呕吐物早就被清干净了。 若若已经被他赶去睡了,是另外的丫鬟在服侍自己。 范贤的脸白不是装出来的,呕吐也不是用药物催的,而是烟小蚁的那只剑上所携的劲气真的伤害到了他的内腹,胸腹间一阵烦闷,大约需要僵养个几天才能好。 想到那是魂夺命的一剑,范贤依然禁不住害怕,当时如果不是自己在生死之际又超水准地爆发了真气极数,只怕自己真的会被那一剑射死。 隔着那么远,这一剑依然有如此威力,真是难以想象,看来那位大统领已经拥有九品以上的境界,随时可能迈入人间最巅峰的那层。 其实,当时双手砸剑之时,范贤的出手依然不急来剑迅猛,所以只砸了剑杆上,很危险,但也幸亏如此,他此时手上才没有留下伤痕,不然若被有心人看见了,还真不知道如何解释。 当时他冒险去广信宫,一方面是想看能不能发现什么,另一方面,却是不想让宫里的人,因为红公公被五竹吊开,而联想到韩光殿里那把钥匙,这才是重中之重。 他的手指轻轻搁在腰间,缓缓抚摸着那个硬硬的东西,心里一片安乐,自己的运气真好,但自己的运气真会一直好下去吗? 他决定以后自己再也不把东西藏在床下的暗格中,以后自己再也不进宫去玩了。 庄罪养病的数日内,范贤在殿上的实仙表现早已传遍京都,几日里踏见来访的世子权贵不知反击,但是范贤都冷冷地挡在了外面,说自己儿子当日好神过度,需要休养。 只是来的人层次越来越高,连几个开国元勋之后,军方高级将领都杀了过来。 正在范贤头痛之时,贤此时借辅中人之口宣布了一个令众人不解和无比惋惜的决定。 范贤从此不作诗。 很多人还以为这只是公子说的胡话,也没有当回事。 只有了解范贤性情的靖王府,任心二位少卿才知道,这是只怕是真的,不过反正易英还有余波中,慢慢在论。 京都的暑气已经渐渐消吞殆尽,一场秋雨缓缓地飘落下来。 其实离入宫只有三天,但是范贤觉得这三天是自己两生中最漫长的三天。 箱子就在自己床下,钥匙就在自己手里,没有什么诱惑比这个更大的了。 但范贤依然忍了三天,就像是一个小孩子,从厨房里偷到妈妈不允许自己吃的点心, 然后小心翼翼地葬在衣柜里,然后知道点心在那里,就心满意足地睡觉, 每天临睡前看衣柜一眼,却不真的想去吃,直到最后点心腐烂变质。 那箱子不会变质,但范贤还是决定今天晚上把它吃掉。 窗外的秋雨稀稀粒粒地下着,落在范府的后院里,落在院中那些将要经秋霜的花草上。 窗内范贤没有点灯,他知道自己的双眼足以在黑夜中看清楚。 箱子放在桌子上面,他稳定地将那把钥匙插入像黄铜一般的药孔中。 咔哒一声,箱子前方的夹板弹开,露出一个小小的黑色板幕。 板上有些奇怪的小方格子,轻轻一按,那些方格会沉下去。 每个格子上面有一个独特的文士,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能够认识这些文士。 范贤笑了笑,只是这笑容有些苦涩,有些了然,有些猜测了许久之后,终于得到证实的安慰。 他闭上了双眼,忍不住又笑了起来,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太疯狂了。 所以,他用哆嗦的手指,将藤字精笑进来的上好土烟点了一锅,好平复,移下自己的心情。 这是他第一次在庆国的世界里抽烟,因为很好,白烟在黑暗的屋里,鸟鸟升起,秋雨在落寞的院子里,缓缓落下。 范贤觉得自己从此不再孤单。 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会知道这些小黑格子是什么,不会知道这些格子上的奇怪文士是什么。 但范贤知道,因为箱子上的所打开后,露出的是键盘,是前世很熟悉的键盘,上面那些奇怪的文士,其实就是26个英文字母,还有数字键,还有范贤最熟悉的答复。 看到眼前这东西后,范贤在心中暗自猜想了许久的那件事情,终于得到了最有力的证实,自己肉身的母亲,那位较夜青梅的女子,与自己来自同一个地方。 此时,她并没有联想到广性公立庄莫涵与长公主对话里所提到的天脉者。 暗灯的烟锅在黑暗的房间里一暗一亮,范贤的脸上已经恢复了平静,双手轻柔无比地放到键盘之上,开始猜测密码应该是什么。 是名字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她身边的五竹,站在房屋的角落里,双眼虽然被黑不蒙着,但对着箱子的脸,却依然流露出一种被人们称作悲伤的情感。 我只记的是名字,小姐说只有无比。 范贤平静地点点头,开始输入,毕竟有十六年没有接触过这种东西,最开始的感觉不免有些陌生,但是了许多次之后,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到她的身上,她的手上。 她的手指头像跳舞一般在键盘上敲击着。 可是很多次之后,她忽然苦笑着抬起头来,这个世界上哪有只需要无比的名字? 这话一出口,她就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,又巴搭了两口土烟,看着面前的箱子真是摇头,叹息道,老妈,你还真是胡闹啊,可问题是,难道你以前教过五竹无比? 无比不是五个笔画,而是无比输入法。 Kifo Camp范贤输入第一个名字叶青梅,然后没有反应,她有些不自信地输入自己名字的无比,Ibizi。 箱子还是没有反应,她苦笑了起来,心想自己的名字是很多年之后采取的,叶青梅当年怎么可能知道? 忽然间她心头一动,似笑非笑地看着房间角落里的五竹书。 五竹似乎感应到这股奇怪的目光,微微偏头说道,做什么? 范贤没有回答她,而是输入了五竹的名字GGTTGH。 箱子轻轻一响,然后开了。 范贤又看了五竹一眼,笑着说道, 书,我现在很怀疑你和母亲之间有什么不伦的秘密。 范贤将这箱子从丹州提到京都,当然知道箱子的重量,所以并不担心里面藏着梅清淡。 但当她看清箱子里的东西后,直到最后走出了房间,有些吃傻地行走在雨夜之中,仍然忍不住摇头,心想母亲大人果然也没有什么创造力。 箱子一共分成三层,因为它的形状限制,所以每一层里能放的东西必须是狭长的物事。 第一层里是被分成三个部分的金属工具,有的部分是管状的,有的部分似乎适合握住。 范贤皱着眉头看着这些金属管具,虽然她也是从地球上来的人,但一时间还是没有看明白这是什么, 直到她的手指伸入一件金属管的里面,才有些明白了。 举起一部分凑到眼前,认真看着,发现那里写着一行字母。 M821 M821 范贤手指微微抖了一下,虽然前世并不是军事发烧友,但也知道这排字母代表着什么。 这是一把狙击枪,这是一把那个世界最好的狙击枪,如果配上破甲弹,可以隔着一公里的距离,射穿一堵厚厚的墙。 范贤右手抓起了那只枪管,手不禁有些颤抖,他深深明白,在沁国这样一个还处于冷兵器时代的社会来说,如果自己手上拥有一把狙击枪,意味着什么? 这意味着自己从此以后拥有了隔着几里远,杀死任意人,而不用担心被人发现的能力。 这意味着不论是那个一见惊天的大统领,还是东仪史团里看着自己目光不善的云之蓝,只要自己愿意,那就可能无数次尝试去杀死对方,只是不知道对上宗师级高手管不管用。 范贤有些紧张地将被拆成三部分的狙击枪轻轻放到桌上,烟锅也早放到一边去了,他双手扶在桌上,深深呼吸了几口,平伏了一下心情,自己似乎已经拥有了成为暗夜恶魔的所有必备条件。 当然,前提是,得有子弹。 范贤看着第二层傻了眼,那里面除了一封信之外,别无他物,并没有自己预料之中至少十颗以上的子弹。 没有子弹,这把狙击枪比烧火棍也强不到哪里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